一般來說不沾鍋都是要熱鍋下去煎 才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我們剛剛看到它是直接冷鍋就下去 把雞蛋放下去 那煎完之後它其實旁邊稍微有一點那種恰恰 焦焦的 時候它就把雞蛋這樣晃一下 那雞蛋就真的完全可以在上面這樣子挖 它是一滴有的沒有加 那代表說這個鍋子的效果是真的非常好 效果很好 煎出來的東西很漂亮 完全不用油的裝飽就要煎起來就非常漂亮 然後像那個煎太陽蛋很完美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錯的鍋子 反正講我看的鍋子看很多我都一直不敢用不沾鍋 用你們家的應該是會讓我們很信心 我今天就是試著那個煎蛋 那從加油的情況下發現它的那個不沾的效果很好 受熱的程度啊很平均 感覺就是不會說哪邊特別焦和變不熟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鍋子 那我會想就是帶回家這邊看 是不是加版的料理像是馬鈴這一種的 我正試用這一款中式的不沾鍋 然後首先的隔包蛋跟隔膚膏 那過程當中完全沒有加任何一點油 那它可以成型的非常漂亮 而且呢有一點微微恰恰的感覺 在沒有油的狀態下 然後這是號稱最耐用的不沾鍋 而且沒有不良的塗層 所以可以建立使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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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